随着马斯克减持以及女版巴菲特凯辛伍德们的减持 拥有着做不空基因的特斯拉似乎也有点招加不住了 目前特斯拉已经数次徘徊在了万亿美元的门口 12月14日特斯拉大跌进5% 市值跌破万亿美元关口 且更为夸张的是马斯克不着调的行为 有可能让特斯拉蓄上加霜 实际上马斯克给特斯拉惹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大麻风波到私有化风波 加上马斯克给自己篡改头衔 以及近期宣布正考虑辞职做一名全职网红 荒诞与离奇意志是马斯克身上最大的标签 作为一个万亿公司的掌舵者 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公司的平稳发展 以及技术产能匹配公司市值的问题 而不是鬼蛋的炒币以及干一些不招编辑的事情 虽然特斯拉以及SpaceX的成功 让马斯克收获了名声还有很多粉丝 但是目前这两家公司并没有完全平稳 依旧还是风口上的内斗珠 特斯拉的大涨以及新能源的风口 掩盖了原本存在的很多问题 包括量产问题 电池技术问题 以及自动驾驶问题 而这些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突破 只不过资本向来都是如此形势 好的会吹得更好 而坏的只会让它更坏 当下所有因素都在指向特斯拉 这个号称做不空的企业 未来有可能会摔一个大跟头 有可能入不了两年 实际上从今年年中开始 特斯拉的铁杆粉丝凯西伍德 就开始一路解释特斯拉的股票 尽管他仍旧对外宣传坚定的看好特斯拉 未来特斯拉还将涨至3000美元 不管外界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的 数据还显示 凯西伍德展馆的方舟投资 今年以来表现并不算好 有数据统计 其规模约178亿美元的旗舰基金 方舟创新ETF 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 超22.7% 据信已经有一些投资者 开始抛弃开心不得 数据显示 截至12月8日过去的6个月里 方舟投资的ETF管理资产 总共流失17亿美元 ARKG资金净流出超10亿美元 ARKG资金净流出接近9亿美元 凯西伍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市场不断上涨 而方舟投资的策略却在下跌的时期 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如果我们比较细心 我们会发现从2015年起 全球的商业环境都进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加速期 从Uber到WeWork 一些传统的搭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快车 结果都变成了快经济 最离奇的是共享单车以及互联网咖啡这种模式 本质上其依旧是传统产业 只不过加上了大数据之后 就获得了不一样的估值 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这几年共享风口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诸如OFO 瑞幸咖啡这样的企业下场如何 总统而言 我不认为特斯拉的情况会好太多 实际上马斯克简直也仅仅只有100亿美元 但是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跌去了2000亿美元 而从2016年开始 巴菲特的现金持有量就一直在上升 截至当下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 接近1500亿美元 作为数次穿越牛熊的人物 巴菲特对经济的感知 实际上是全球金字塔般的存在 只不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行为被加速了而已 但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我认为特斯拉的泡沫 可能未来两三年就会破裂 当然也不一定准确 而资本对新能源行业的考量 也最终会回到产能 自动驾驶电池几个方面 所以不要太迷信新能源 盈亏是同源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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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